又是下班回来的路上 在路灯下面看到大量的这种塞进龟 听到声音了吗 是不是很久没有听到跳翅震动的声音了 强曲光啊这玩意儿 大量的这个翘翅震动的声音 还有一些残骸看到了 喂饱了大量的鸟 装备带了不起啊这次 灯都快没电了 纯粹是下班的路上刚好手里提着一个电筒 所以就给大家拍一段 过过瘾 这种厕所啊在如果在没有光污染的这种景区里啊 可以大家去特别是一种高海拔的地方 大家可以去这个边上看看 一般都会有一些甲虫 甲虫在这个厕所的这种聚集在这个灯光下面 被灯光吸引了 看到了 一个 现在都是甲虫发生机的 还是这边比较好拍摄 把这个绒毛可以拍出来 这边比较光比较均匀 四个面看看 有时候会有敲啊 现在当然季节还没有到 如果是时间再晚一些 到了七八月份的话 这个灯下面就会有很多拓散的这个敲映桶飞到这里来 仔细听 全市 我随便打开一个地面 看到了吗 在交配的个体 这边也有一队一队都在交配 地面上全市 等会我逮几个 抓到一起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数量多可怕 树的双口已经开始流浆了 有些湿润的地方 这是一棵小叶青钢 现在敲应该还没出来 但是偶尔会碰到一些奇奇怪怪的小杂天牛 也特别有意思 反而敲已经 现在都比较明确了 有哪几种杭州 但天牛还是挺有意思的 天牛每年都会有一些新的 不同的品种出现 这应该是去年一些小金龟啃食过的一些食痕 金龟会用它的那个唇去刮树皮 然后让那个树流浆 显然还是太早了一点 一只树蛙 还是会有一些收获的 看不清是什么品种 再看看有什么其他的有趣东西 也许会有一些天牛 莫名其妙在树干上面爬或者交配的 有时候就是会有一些意外的惊喜 今天晚上没有 再来看看这个枯木 会不会有刚刚雨画出来的什么 偶尔一个蜈蚣 这个树洞好像被用发泡材料填补了 好像人为的做了一些填补 一个蜈蚣 现在已经见怪不怪了 我家里都有 还能有什么有趣的东西 好多蚂蚁 树洞里全是蚂蚁 还有枪形虫的食痕 原来应该是有很多枪形虫吃过的 后来可能人工的打了药之后 做了发泡材料的填补之后 就没有敲心虫 好多蚂蚁 上次谁想看蚂蚁的 是不是我太久没有发虫子了 急不择死了 晚上其实能见度挺差的 但是晚上虫子比较多 更多的不是靠看了 其实我感觉更多的是靠听 感受周遭的环境 有叽叽叽叽的声音 基本上就会有一些虫 一般都是翘翅膜昆虫 拍打翅膀的声音 哇好大的一颗 这女针吗 这感觉像个小木桩子 我感觉这种塞金龟 是在哪里比较多呢 就是那种墨西科的 像桂花下面 现在终于知道了 就是桂花下面的这个 如果有一些细叶沿街草啊 什么的附近 哇天哪 看到了吗 这个密度 太方便了 哎呀 没有带头灯啊 这如果要是宝石金龟就爽了 哈哈如果是宝石金龟那就太刺激了 嗯 就像这样的环境啊 就是典型的香樟桂花混混的这个 这个植物群入 然后底层是细叶沿街草 给这个塞金龟 因为细叶沿街草下面 它跟麦冬那种比较像啊 下面有一些 根部会有一些结结 充满营养的一些结结 然后感觉这个塞金龟 就比较爱吃这个东西 有时候翻土也能翻出一些幼竹 这样的植物配置的话 是最利于这个 这种塞金龟这种病害多长的 量特别的大 捡了几个回来观察一下啊 外面实在太黑了 看不清楚 拍完可以放回去再给它 抓了几个老戏骨来 铁手无情 明天给它丢回去